国人被诈骗到柬埔寨囚禁事件层出不穷 民众党团召开记者会 认为是因为台湾青年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 找得到工作的青年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根据劳动部统计 25岁以下青年就业者超过半数月薪不到3万元 低薪和失业就是造成青年奔向柬埔寨的原因 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容易会被上当 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果实分配不均 这个相关的年轻人没有得到 好的一个工作机会跟好的一个求职环境 所以这个对于产业的发展来讲 对国家的发展来讲是一个不利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事不一没有 政府要检讨 什么叫事不一没有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 7月份的失业率是3.78% 创8个月的新高 总共有44.8万的没有工作 其中20到24岁失业比率是最高 将近13% 15到19岁是9.6% 25到29岁是6.24% 所以这个都远远超过平均值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张这个手板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失业率的状况 那就算找得到工作 其实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其实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25岁以下青年的就业者 有一半的这个劳工月薪不到3万块 月薪不到3万块 20年前我刚住社会的时候 月薪就有3万块 你说现在年轻人 他晚出生了10年20年 他就要面临这么恶劣的一个环境 所以工作难找 现在让年轻人的意志消沉 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希望 这个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 所以衍生了这个不结婚 不生小孩 低薪高房价少子化 这个都是罪恶的根源 所以我想四步一没有 就是在讲说 现在年轻人他有四个步 第一个 找不到工作 第二个赚不到钱 第三个存不了钱 第四个买不了房 最后变成没有是什么 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就是现在四步一没有 青年碰到最大的窘境 所以我们可以说 包含这个政府机关 其实他带头来去 直接开头也去创新低 尤其硕士现在最低的只给了 2万9 连3万都不到 造成年轻人低薪的元凶是谁 就是我们的这个 政府 我们看到过去政府带头使用能力派遣 这些都是换汤不换药的这种 劳动承担契约的模式 那尤其我们看到农委会最近直缺的公告 要求农业相关科技的硕士毕业 起薪只给2万9,640元 比起十多年前的这个 33k被民进党骂到臭头 现在反而降到更低 这样你还能够沾沾自行 说你的经济非常亮眼吗 再来我们讲到产业的问题 第二张 产业的问题就是说 在不肖的组织跟这个人事 借着青年失业的困境跟疫情的冲击 来去做设计投资跟紓困诈骗的陷阱 我们也调到警政署的统计资料 2021年投资诈骗的案件 近年度急速的成长 尤其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 这个疫情最严重的一年间 案件数就成长了71%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台湾真的要变成诈骗岛吗 我想警政署的统计资料也显示 尤其现在目前受骗的这个比例来讲 其实年轻人是最高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0-17岁跟18-39岁 还有40-70岁 中间这条线就是我们18-39岁 所以反而是我们社会的这些中间分子 现在没有办法合理的分配到经济果实 那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的需求上 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受骗 也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杨宝珍则认为 政府长拿人均GDP上升大内宣 包装台湾经济发展良好 但年轻人根本无感 我们看到在这上个月的时候呢 主机总处他还公布了一个数据 说上半年的平均薪资来到6.2万元 那很多人就觉得 6.2万所以我是拉低平均那个人吗 就很多人就觉得怎么会是讲这样子的数据 然后包括呢他可能也有提到 像是在这个人均GDP的一个上升等等的 就是很多美化性的一个数据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青年的失业率接接攀升 然后包括贫富差距已经来到10年新高 这才是让很多年轻人相当有感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回想起来 我几年前其实那个时候刚毕业 那刚毕业的时候呢 当时非常流行所谓的海外的打工度假 我们去纽西兰我们去澳洲 很多人觉得我去果园采果子 或是我可能去餐厅打工 我当服务生 我可以很快速的 可能在那一年之内 我立刻的一桶金就赚回来 因为当时刚毕业的学生呢 其实说老实话新鲜人 根本不太敢在台湾想说 啊我立刻刚出社会 第一年我就可以赚第一桶金 其实非常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觉得 那我就先去海外打工度假 他也的确赚到第一桶金 然后回来之后呢 再去找其他的工作做衔接 但现在问题来了 澳洲跟纽西兰 通常可能大家会觉得 好像相对是一个 比较进步性的一个国家嘛 那所以去 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府 跟我们提到新南向政策 我们去东南亚 我们可能有些很多的台商 包括很多的台商 其实也都去东南亚设厂 那其实之前呢 也可能在刚开始起步的期间 其实也是面对了非常多 这个困难的地方 但问题是怎么会突然沦为 我在台湾的年轻人 我竟然可以相信 我去到东南亚 我去到柬埔寨 我可以赚的比台湾的薪水 还要来的高 我觉得这是蔡政府 他必须要去检讨 他要去重新思考 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这是所谓新南向政策 他真正的一个含义吗 我相信这不是嘛 这已经不是他原本的原意 那怎么会演变成现在 很多的人就相信说 我可以去柬埔寨 然后赚高薪 然后反而被骗 民众党团认为 政府因积极与东南亚各国 建立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加强网路巡逻 与落实165反诈骗宣导 也要由政府带头修正 各部会约聘雇 以及临时人力薪资标准 杜绝劳动承揽契约 雇佣支援人力 并针对国人失业问题 及辅导就业提出对策 多管旗下杜绝诈骗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道